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到客服班就别嘴 小朋友的童言童语说的是最真实的心声 要坐不住的小导弹自动自发写作业 没人盯着不容易 不少家长因为工作和经济因素 选择把小孩留在学校客服班 但客服班一旦从晚上七点提前到五点结束 中间空档两个小时要家长怎么办 学校老师很可怜 他早上可能八点就要到 那他要跟你加班到六点 家长他没有办法那么早下班 那我只能就说那没关系 我为了配合你 那你什么时候可以下班来带 补教业者说的直白 因为家长把小朋友送进补习班 除了期待可以增强学习竞争力 还能顺便把小孩放在安全的地方 有人看着才没后顾之忧 学校放学之后你都去哪里 英文其实是比较需要加强 就是加强的 我觉得孩子应该要跟爸爸妈妈在一起 又想多陪小孩又要望子成龙 放学后小孩去哪是个难 现在的小孩是怎么样呢 从早上七点多起床 进了这个学校之后 一路下午下课之后还要进安亲班 到了晚上八点九点十点才会来 他们每天加班都超过十二个小时 而且真的让人家觉得很心疼 我们刚刚提到体罚的部分 像在有一些补习班安亲班 有一些甚至是家长主动要求的吗 你们所知道 有像我们其实曾经很多年以前 我有一个家长 他就拿着棍子来给我 然后就跟我说 巴尼我跟你说我的小孩 拿棍子来给你啊 他就说我的小孩很调皮 这根棍子给你 那当然当下我是笑笑的拒绝了 很多家长看成绩看得比较重 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希望 这个希望老师 安亲班老师棍子给他打下去 但如果就这个教育者的身份来看的话 你们也看到了这样子的状况吗 对 那你们觉得怎么样扭转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 体罚并不能解决问题 如果家长只是要希望 孩子的成绩能够进步 其实有时候教育者 应该是要用奖赏的方式 比如说跟小朋友打个契约 好宝宝章吗 有一个好宝宝章 集买几个我就有什么样的奖赏 比如说有些安亲班他都有电脑 那可能先完成功课者 那他就可以去上 这个一字游戏可能十分钟 这样子的跟孩子去谈 我觉得会比你体罚他 写不完写不好重写来得好一些 有没有遇过家长只要孩子的成绩有红字 然后就来对你们发飙 或者对其他老师有不满的 他一定会打电话来找我们 那我们就会 一定会打 那我们一定会跟他做个沟通跟解释 比如说孩子他错的地方 因为也很有可能是孩子在学校的练习 对 然后他的功课只是拿回来订阵 但是家长会认为说 那是在你们安亲班写的 为什么他会错这么多 所以家长知道这样的原因以后 他就会气马上消了 对 然后反而会跟我们一起讨论 怎么样去协助孩子 帮孩子做加强 会长有一些状况是 这个家长看到分数就发表 没有去搞清楚到底错在哪里 或者说应该要怎么样来协助 然后这样子对亲子关系 也是一个很负面的吧 家长既然是这样想法 我既然花钱把孩子送到安亲班 安亲班就要把我搞定 那其实讲得很清楚 他叫安亲班 不叫补习班 其实他去安亲是说 你没有空 他帮你照顾 那这段时间不要出事 那你有空赶快把孩子带回去 孩子要回复你家庭功能 但是现在家长好像不是这么想 他把安亲加补习 就是科业不好 也是安亲班的责任 所以变成安亲班压力也很大 只要这个 这个你说吧 刚刚就是从法规上 他去避 避插层补习班 那现在家长就要求 你要做补习班的事情 就是学校功课不好 那怎么办 那所以在安亲班 你们学生都一直写 课业压力很大 而且延续上来 学校不够还要写 先写老师出的功课 不然你功课没教完 你回去 爸爸妈妈已经打到安亲班 老师说 为什么今天功课还没做完呢 那做完之后怎么办 安亲班空间不够大 他也不肯让孩子到处跑 对 所以他可能就要求 家长你可以买一些测量券来 官方安亲班 准备一些评量 那就继续写 因为坐在那边写最安静 最后面写很乖乖的写 就不会出事 那就一直写一直写 所以这样写的结果不会 如果说这个不会 顺便补习一下 那些安亲班 顺便开了很多才艺班 什么语文才艺班 什么什么 一堆才艺班 那为什么还是一样 跟补习班一样 就是家长就在那边 希望也把这个 反正那么多时间在安亲班 那这个时间 如果公课写完了 对 浪费时间 就是顺便再学点东西好了 所以维尼妈那时候 也是这样的想法吗 对啊 就是顺道 你给他上了多少课啊 那时候 我这样讲之外 你们会吓到有梅雨 有围棋 有朱星算 然后在学校 因为也会有什么足球篮球 所以他其实曾经有翘过课 我之前有跟你们讲过 对 才小一 他压力很大 但是他就是背着沉重的书包 里面有安亲的 有评量 有学校 有作业 而且他们会预习 安亲还会预习 让你知道说 我们在安亲班当中 我们不是只有教学校的功课 我们还会帮你预习 这样你会比其他学生 还会比较融入课程 所以现在他十项全能了 没有 也没有嘛 所以很多家长就变成所谓印章父母吗 你那时候有没有这样 我都自己签啊 我没有印章 但是对啦 我是会 好像就像老师刚刚讲的 我觉得好像我们花了钱 我们希望回来就是 都好了 因为我还要在家里做家事 还要那种照顾小孩 回来就好了 是不是很轻松呢 可是这就是家长需要去扭转的观念吧 全部都交给安亲班 然后这个亲子的沟通 还有孩子的学习到底在哪里也都不知道 所以安亲班跟学校是一样的 他第一个要招生的时候要跟家长谈 家长你的期待是什么 那他也要知道说 你这孩子有没有一些什么隐藏性的疾病 就跟学校开那个班亲会一样 我们一新生到学校 学校要开个班亲会 老师把家长找来 大家来讨论一下 这个孩子有没有特殊状况 那有什么影集 没有 那如果他如果发生什么状况的时候 我要跟谁联络 安亲班现在也一样 会把家长先找来 大家先沟通一下 然后会跟家长讲 我可以适度体罚哦 你同意吗 那意思说你不同意就不要来 那很多这种严重体罚 都是因为家长纵容他适度体罚之后造成的 那甚至补习班因为他混零 他有时候他想做什么事 就是他想压制学生 杀鸡儆猴 就是很多学生来了嘛 对 那我要立即有效果 还是安静 而且你刚看那个老师是一比一百 对 他面对这么多学生 所以他要振折整个现场 让学生都听他话 所以他就会用高压的手段 那是最有效 一高压下去 大家乖乖 你做这个你做这个 不会乱跑 然后他就开始协制 协制 绝对不会有恶化 那这样他最好管理 但是这样对学生是最差的一个环境 对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家长当只是橡皮图章 在帮他签名 没有去了解的时候 其实安静班的老师 你们就变成有另一个功能 变成第二个妈妈 而且在做作业的时候 有时候变安静班老师 这所谓第二个妈妈 取代了妈妈的功能 你们还要帮忙协助 做好多版本吗 对 因为其实像现在的功课 有些老师出的功课 他比较活用 那这样这部分 比如说有时候需要 做一些资料的调查 那其实我们在各班的教室 都会有一台电脑 那比如说像中高年级的小孩 比较有这样的功课 那我们会让孩子 在写完功课的时候 轮流去使用电脑 那旁边一定会有一个行政老师 做教学的指导 因为有些小孩 他可能不知道怎么去找资料 那我们这部分 就会有老师去协助他们 这还算好的 有一下安静班 真的就是十个孩子 十个作业 老师做动作业 一模一样 会需要我们去社区 比方说公园绕一圈 你要知道有哪些摊贩 然后哪些的商家 可是这些是老师没有办法完成 我觉得我这样子走过来 我觉得家长还是要花点时间 跟孩子去共同完成 因为你已经周一到周五都在上班 你好不容易六日 你就陪小孩做这样子 一样功课而已 然后你只是读一本故事书 我觉得这也是 学校就是特意用功课的方式 但是让你去做一些亲子的互动 我觉得这家长要自己去反省 但是有的小朋友到了安静班 他也会怠惰 就是说好烦 天天坐在这边写 其实有时候他也会偷懒 写得特别慢 那其实时间到了家长 要来接小孩怎么办 安静班老师都有招数 因为上次有个家长跟我投诉 一看这个功课的笔记 不像我小孩 老师写的啊 老师用左手写 天啊 比较像小孩子写 这不像我 但是因为你要来带小孩了 功课还没写完怎么办 老师就带笔吧 不然怎么办 回去你就知道没写完会投诉 在安静班这么久 怎么功课都连功课都没写完 哇塞 这真的是非常糟糕 家长的观念要好好的扭转一下了 广告中号来看你的孩子快乐吗 除了去安静班 他可以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呢 稍后回来